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五年大家各自历练,五年之后再重聚,看看各自都能成长到怎样的地步 老师,让我上吧,我进展能力强,一定能拿下比赛 小三,你别太心急了 当年因为缅容的一句话,奥斯卡离开了史莱克学院,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因为七宝流律宗的规矩是,宗门窒息子弟的伴侣,必须要有强大的攻击能力才行 如若不然,只能终身留在七宝流律宗,直到能够西拜封好的我们为止 因为七宝流律宗本身就是辅助系武魂,荣誉感搭配同样没有 攻击力的辅助系,让人都没有自保之力 所以奥斯卡要怎么让自己的向上武魂,得到有攻击力的魂技 成了他最重要的事,奥斯卡果然没有辜负年龙的期待 用五年之久的历练,以一个辅助系魂师的能力 拥有了辅助于强攻系魂师的战斗力,甚至可以说更强 奥斯卡本身是一个辅助系的魂师 在五年后回归,竟然能和抢东西的冯小天打得不相上下 主要是因为奥斯卡的第六魂技和头部魂骨能力排弹一天 他的第六魂技可以通过别人的血液,得到别人70%的能力 而魂骨则是可以制导出一个拥有本体80%能力的精小分身 奥斯卡就是利用这两点,吸取了弹幕外和躺增能力 变定了这场战斗的胜负,不得不说 奥斯卡通过这场战斗,王军给世人改观了对于辅助系的看法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